等一下呢 因为我们是以月角来算的 等一下这个值 有没有看到 这个20年10% 是不是有一个20年 是不是有一个10% 所以等一下这个20年对下来 跟这个10%对过来 的这个值 应该会跟我们原来这个值要一样 听懂意思吗 这样才符合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 检查看我们做的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 请看第一个 滑鼠放在黄色的这一格 左上角的这一格 按住左键 拉到右下角 把这换回旋起来就对了 滑鼠放开这样子 好 接着呢 就请各位到资料的标签 调码 往右边看一个模拟分析 有没有得到 好 点一下呢 有一个运算列表 运算列表 各位有看到了吗 好 来 很简单 它就两栏 注意看 注意看哦 列变数跟蓝变数 来同学 列变数呢 列变数只是横的这一排 这是不是粘数 是不是粘数 所以列变数的这一个格子 它是储存格哦 就请你过来把粘数点下去 啊 那可好 粘 粘数有没有 所以列呢 是横的嘛 啊 这边都是粘嘛 所以你这个储存格 这个就去点这个进来 这样知道吗 那第二栏点一下 蓝呢 我们看一下 啊这是不是蓝 都是利率 对不对 所以呢 蓝变数呢 就是把利率上面这一个 点进来 这样懂意思了吧 啊 好 这两个ok了以后 你按确定 哦 各位你看对一下对不对 20年 10%对过来 是不是跟我们这边一个是一模一样的 4825 4825 48251.1嘛 啊 108 你看到 四十五六块是不是都一样了 哦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话呢 代表每一期 如果你是五年要长王完毕的话 那你每一期 如果是以10%来讲 你每一个月要缴106,235块 哦 是不是越缴越 这个年数越短要缴越多钱 没错嘛 哦 所以呢我们呢 刚刚的那个过程 各位看到了吗 想一下 好来交给你 哦 好 啊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